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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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重点就可以开始来解释 所以看重点我们的return type是什么 就像刚刚讲的是一个list 然后list 是int 那我们会发现什么 发现题目给我们的例子 它里面的第一位呢都是一个list 或是array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也可以 不过在python我们叫它list 然后呢 你会发现什么sep set 是什么是一个list 里面在appain另外一个list 然后里面是integer对吧 因为题目说return type是list of list 然后integer 所以我们第一个通常都会变成什么样子 都会是这样子对吧 不信的话我们看一下题目给的例子 它的第一位是不是都是 一个list对吧 然后第一位也是一个list 好 知道之后呢我们要干嘛 我要把里面的sep set都找出来 就把它的所有的组合都找出来 那怎么去找呢 我们当然是要去干嘛 便利它的数字对吧 便利它题目给我们nums的数字 里面有什么数字 然后我们再去便利subsign里面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要干嘛呢 在我们便利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里面的东西去把它copy下来 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呢在复制完之后 那个东西再加上我们目前便利的那个num 便利的数值 然后把新的组合 再加到我们的sep set里面 然后当我们的回圈跑完 便利都便利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returnsep set就可以了 那这样如果不清楚的话 我们一样把这个思路把它画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一开始 我们是一个empty的list对吧 然后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把empt list copy下来 对吧 好所以我们把它copy下来之后呢 我们刚才说什么 要把里面的东西也copy下来 那我们现在在便利什么 在便利lum 那里面的第一个数字对吧 所以我们有1对吧 所以我们把1 把1加到目前便利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把1加进去 对吧 这样看得出来什么意思吗 我们有自己是一个empty list 然后把目前便利的数字1 append到我们的list里面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list里面有1对吧 然后再继续往下看 因为1便利完了对吧 我们来看2 2的话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是不是要把目前的东西copy下来 所以我们copy什么 copy个emptylist copy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干嘛 加上目前便利的num 对吧 所以我们把list 应该不加 应该是append ok 所以我们把copy下来的list append 我们目前便利的num 所以我们有什么 有2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2 然后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1对吧 所以我们把1也copy下来 copy下来之后呢 他要干嘛 他append目前便利的数字对吧 目前便利的数字是什么 是2对吧 所以把2便利下来之后 我们有什么 把2append到我们的1的话 我们有什么 我们是不是就有1跟2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都复制完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看 来到什么数字呢 来到3对吧 所以呢 我们一样什么 把第一个位置copy下来 copy下来之后呢 他要干嘛 加上我们append 我们目前的数字对吧 数字是3 所以我们有什么 我们这边就有3 3 然后呢 再把干嘛 再把1 copy 对吧 copy之后呢 干嘛 1要干嘛 加上目前的数字对吧 所以是3对吧 所以把1里面加上3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2对吧 所以把2copy下来 然后2里面要加上什么 加上3对吧 所以有了什么 23 然后还有什么12对吧 所以把12也copy下来 然后要加什么 加上目前便利的数字是3对吧 所以呢 就有什么123对吧 然后呢 发现都便利完了对吧 然后我们数字也便利完了 所以我们已经把该硕士都做完了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行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output 这个空的list对空的list 然后1的list对1 12对2 然后12对12 3对3 13对13 然后23对23 然后最后呢 123 对上123 好 这就是这一个思路 那我们把这个思路 把它用call写出来 我们一样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solution 是一个方程 然后呢 solution里面有什么呢 有一个nums对吧 然后nums是什么呢 是一个list 然后呢 里面是integer 我们要return什么呢 我们要return list 然后呢 list 然后integer 好 然后我们刚刚说什么 我们要有一个subset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 把我们的subset 写定义出来 说subset 现在我们知道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空的list 然后呢 我们知道每次的第一位 都会是一个新的空的list 对吧 所以我们直接把什么subset append 再把它append一个空的list 所以我们现在 就有什么 我们自然就有 这样对吧 好 那我们马上来便利我们的数字 我们就可以说for 什么 cern norm in nums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题目给的nums的数字 一个一个拿出来 然后我们还要copy我们subset里面的东西 对吧 说我们一样是个回圈 for什么 for i in range 长度是什么呢 我们说我们要copy subset里面的东西 对吧 说我们的范围自然就是什么 就是subset 然后呢一开始要干嘛 我们要把我们subset里面的东西 copy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什么 copyset 这边记得啊 这边是一个copyset 不是台语挖笔孔 所以我们copyset等于什么 等于是不是就等于一个list 然后呢你们要干嘛 我们说要把自己copy下来对吧 所以就是一个 subset 然后呢什么位置呢 就是i的位置 那每次把自己copy下来之后呢 我们还要干嘛 我们还要加上目前便利的数字 对吧 所以copyset 就可以直接干嘛 append 我们的什么 cernum 对吧 就是把目前便利的数字 加到我们的copyset里面 加完之后呢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一轮已经把该做事做完 对吧 所以我们我们要干嘛 我们把它append回到我们的result里面 对吧 我们result是个subset 所以呢subset 再去append append什么呢 append我们的copyset copyset 我应该把这个variable 重新换一个名 因为这样好像我一直在讲 挖鼻屎一样 或是挖鼻孔 好 然后呢 append完之后呢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回圈 会一直做我们的事情 那当这两个回圈跑完之后呢 我们自然而然知道 就要干嘛 我们就可以直接 return什么 returnsubset 好那这一题的code 就写到这边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 time complexity 好了 time complexity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有两个回圈 对吧 然后呢 因为它是一个power set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什么 如果数字有 它给我们lum里面有1 2 3的话 那 我们要便利的 要便利的次数 或者它总共有的答案的话 是不是就是2的3次方 那如果今天是 里面有1 2 3 4 5的话呢 自然就是什么 2的5次方对吧 所以呢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n 题目给我们 我们说 我们要便利 我们的 数字对吧 所以我们每一个current num 我们便利它一次 所以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of n 对吧 然后n就是题目给我们的nums 然后呢 在乘上什么呢 乘上我们要去便利的范围 对吧 那范围自然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2 to the n 对吧 就有三个数字 那就是2的3次方 有五个数字 那就是2的5次方 所以就是o of n 乘以2 of n 所以可以把它写成 o of n times 2 to the n 就是我们的time complexity 然后呢 space complexity 也很明显对吧 我们有一个subset 然后我们还要一直去append它 然后呢 append的范围呢 也是2的3次方 或是如果是5的话 就2的5次方对吧 所以呢我们会有什么 就一样是o of什么 n times 2 to the n 对吧 然后呢 n就是我们subset的范围 然后呢 2 to the n就是 power set对吧 power set需要的范围 好 那这样子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好 这是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我们马上把刚才的code 把它打上去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我们要一个subset 对吧 然后是个list 然后呢 每个subset 每个每次结果 一开始呢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empty list 所以我们把它append下去 然后可以开始来便利 我们的每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这边就说 for currentNum enounce 然后呢 每次便利数字的时候 我们还要看我们目前 current set 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把它copy下来 对吧 所以我们就写for i in range 范围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copy subset 里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边subset 就是我们的便利的范围 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copy 这边呢 有一个copy set 等于什么等于list 然后呢 把subset放进去 然后subsetindex也放进去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copy目前subset里面的东西 copy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 加上我们目前便利的东西 所以就把currentNum放进去 我们的copy set里面 报完之后呢 我们知道我们subset 就可以append什么 append我们的copy set 然后呢 这样子一路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return我们的subset 好 我们把这个call送出去 accept 然后submit 好 submit出去也没有问题 然后这一题可能一开始会有点 脑筋可能会转不过来 不过如果 照着call 然后照着思路去把它写出来的话呢 其实没有 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你搞懂的话呢 你自然就搞懂了 那你会发现我自己也练习了很多次 练习五六七次 所以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好 那这一题就讲到这边 那别忘记每个礼拜三 跟每个礼拜日 美国西岸时间的晚上十点 我会定时上传我自己复习的影片 如果这些影片也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别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那也希望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Peace